恢复上班第一天 金融市长刘昌证实将在12月15号 与金融市长当选人谢国良碰面 刘昌表示祖随课便 看谢国良的需求尽力提供协助 因为昨天我才刚回国 那因为之前其实就讲过 等我回国之后再来约 那所以我想就是看他有什么需求 或者说他有什么想要了解的 那就是刚刚讲过祖随课便 然后碰面的时候再说 至于外界关注的金融捷运最新进度 牛厂表示金融捷运在他任内 已经有重大进展 期盼新的市府团队继续推动 很高兴在我的任内 虽然没有办法动工 不过有很大的一个进展 包括这个环境影响评估 应该最近也快要完成 另外是中俄规划的定案 也会在明年的第一季左右 也会完成 我想这是历史的一大步 那大家有共识 不管是金融市台北市还是新北市跟交通部 那大家有共识要全力来推动金融捷运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向的一个力量跟讯息 所以我当然也希望未来新的一个团队 能够继续下去 刘友昌也再次说明金融捷运不只有助于市民通勤交通 更重要的是串联大台北地区产业与就业 对金融市未来发展至关重要 大家还是有误解 以为这个捷运只是为了通勤 其实并不是 它其实是为了去完善整个大台北首都圈 都会的一个机能 它不只会改善金融的交通 它更重要的会把金融跟整个大台北的一个都会 跟产业还有就业的一个能量会串接起来 这个是未来金融很重要的一个建设 那当然希望未来团队能够加油 那未来我不管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工作会的职位上面 我也会尽我的能力来协助 刘友昌强调对新的金融市政府团队给予祝福和加油 期待他们更加努力 不辜负市民的付托 记者张祈腾金融报道